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是那种聪明的教育程度高,看起来就对一切都胸有成竹的人 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财务,事业和所有事情似乎都是那么的井井有条 你会不自觉的心生艳羡,希望自己也能成为那样的人,过上那样的生活 但是你可能想了想就放弃这种想法了,心里说着我怎么可能变成那样呢 而我们就掌握着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个真正能帮助到你的答案 你要相信只要你了解到了这些人的独特之处,你也是可以变成那个样子的 为此我们找出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15个标志 以及你如何能够根据这些特质塑造自己生活的方法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最大动力 相信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他们求之欲强 你有没有注意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总是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 他们都是终身学习者 遇到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就会努力去了解更多的内容 不论他们自身在什么领域,主攻什么方向,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通常都能够成为每一个领域的佼佼者,把自己困于一城一池 局限于一个领域会阻碍他们学习到这个世界上那些有趣的事情 这反过来会限制他们的发挥,让他们没办法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 美国诗人多罗西帕克曾经说过 好奇心是治愈无趣的解药,而好奇心却无药可解 所以可以说教育程度高的人会一直学习到生命的尽头 第二,他们质疑所有假设 作为人类,我们总是习惯于想当然 并且会毫无理由地接受那些假设性的东西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之所以会相信好多假设 大概率是因为他们听起来特别真实 又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花时间去思考他们的对错 有时候,我们接受那些假设是因为我们信任那些提出假设的人 我们的父母,亲密的朋友,甚至是我们的老师 他们让这些假设更具可信度 然而,教育程度高的人却明白 假设通常只是个人对世界解读的反应 所以,当我们选择认同与父母同样的假设时 我们的父母就认为 我们是生活在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理解之上 要想打破这种翻离 聪明人就必须要质疑这些假设 勇敢地问出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按照这种办法来做事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这样行事 通过询问为什么 我们才能够对自己身处的环境有个更好的了解 从而形成自己个人的观点 第三,他们知道要如何建立长久的关系 感情都是建立在你或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和体验之上的 如果你对某个人有着强烈的喜爱的感觉 那你就会更愿意跟他加深关系 成为更好的朋友 如果你对于一个人怀有强烈的恨意 那么你就更愿意离他越远越好 一分一秒都不想要靠近他 教育程度高的人懂得这个道理 他们不会让情绪左右他们的人际关系 而是会反过来利用情绪来引导自己 在情感关系当中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有同理心和同情心 这就体现在他们的态度更加开放 更愿意给别人机会 这是一个维系人际关系的非常好的方法 要知道 在我们与人的交往当中 我们的情感就像是我们的直觉 在大多数时候 它都是正确的 因为它快速反映了你对一个人直接的感受 所以常常是你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时候 就能够决定自己要不要跟他有更加深入的接触 但是有时候 当你有机会再一次接触自己 曾经断然拒绝的那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从前对别人的判断是错误的 所以给别人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 当你有同理心的时候 你就更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更好的理解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 这能够帮助你成为别人更好的朋友 同事和伙伴 第四 他们知道如何处理冲突 冲突是每一种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它通常是双方表达分歧的机会 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明白 冲突并不一定意味着一段关系的结束 相反 恰恰在冲突时候 相关人士才会对彼此 对目前的状态 以及如何推进彼此的关系 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有趣的是 有一些研究表明 情商和高智商之间是存在联系的 这表明聪明人通常情绪更稳定 这一因素能使他们处理冲突的时候 更加得心应手 第五 他们有创造性的思维 有的人相信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 也就是有因必有果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 世界就是无穷无尽的随机情况的组合 所有一切都不过是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的偶然情况 但是无论你站哪一边 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创造力能够帮助我们看到 各个小事之间的联系 而这些联系 可能就是我们解决问题 找到解决方案的关键 创造性的思维能够帮助我们 找到解决困难问题的有趣方法 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其他人看不到的 不那么明显的潜在意义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还可以更进一步 他们能用创造性的思维练习 像是拼图 国际象棋和自由写作那些来训练自己 第六 他们都很有幽默感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懂得幽默的力量 它能够帮你拉近关系 缓解紧张的局面 开怀大笑在什么时候 不都是有一身心的事情吗 但是幽默感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拥有的 正所谓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 幽默的灵魂万里挑一 幽默感代表着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开玩笑的完美时机 你的玩笑不应该总是在取笑别人 它必须要完美契合当前的场合 必须是正确的时间 合适的长度 能够被所有人理解到 另外 聪明人会用幽默的方式引起大家对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关注 但是形式却非常委婉 不会让别人感到非常有针对性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有人能够以友好的玩笑方式纠正你的错误 而不是一本正经地批评你 那你会不会感觉好一些呢 第七 他们会坚守自己的做人原则 处事哲学和价值观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花时间了解自己 他们清楚自己身体的生理能力 他们的价值观 处事哲学和原则 因为他们明白自己这些方面的事情 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成功 以及别人对他们的看法 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了解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你就好像随波逐流的连夜 很容易被别人的想法和假设所左右 抱有坚定的核心价值观和处事哲学 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确定你的目标和报复 让你知道自己究竟在追求什么样的成功 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第八 他们想要让世界更美好 我们都知道 人终有一死 对于有些人来说 这件事可能太可怕了 想都不敢想 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终有一天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知道这个事实 但是他们不会被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焦虑所淹没 而是会更加努力地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所以他们才会花费无尽的时间寻找癌症的治愈良方 努力探索控制气候变暖的方法 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既然我们都不会是永恒的 既然有人的死重于泰山 有人的死轻于红毛 那我们为什么不为后来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呢 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生命更有分量呢 如果我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 那么下一代就能够站在我们的肩膀之上 继续努力 子子孙孙无穷尽的 终有一天人类是会取得成功的 第九 他们对于自己的技能非常自信 很多聪明人都秉承着一个观点 那就是光是天赋一柄 身怀绝技是不够的 你还要对自己的技能充满了自信 让自己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如果你没有为自己的技能和才华骄傲的话 那他们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都对自己的技能非常自信 这就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讯号 就是说以我的技能来说 我是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 这种自信对于获得工作 结交新的朋友 甚至是升职加薪 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十 他们善于观察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点 那就是不论在哪 他们通常都不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人 比起谈论他们自己是谁 取得了什么样大的成就 甚至是他们讲给所有人 听得有趣的故事 他们更愿意坐在一个角落里 安静地观察其他人 当你观察别人的时候 你甚至不用跟他们说话 就能注意到很多细枝末节 善于观察 还能够帮助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发现别人察觉不到的规律 而这一点 再加上活跃的创造性思维 无疑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创造性思维 强大的观察力 好奇心和自信 都是我们已经详细讲过的 一个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必备的素质 而这些因素 恰恰也是解决难题的 必备要素 聪明人讨厌被问题打败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伟大的人 会投入他们所有的青春年华 拼尽全力地去解决那一个特定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这个问题 是无法解决的事实 另外 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反映了很多其他的技能 他表明 聪明人能够发现这当中的规律 并运用这些规律 最终找到问题的答案 他还表明 他们拥有某个领域 像是医学 商业 或艺术领域的丰富知识 也了解要如何 以这些知识为基础 把他们具体 应用到困难问题的解决当中去 第十二 他们懂得自我批评的重要性 你觉不觉得有时候 坐下来评估一下自己的动作 行为 甚至价值观很重要呢 这当然很重要了 作为独立的个体 这是检测你的优点和缺点 指出你有哪些需要做出 必要改变的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说 自我批评是一门 非常难以掌握的艺术 就好像走钢丝一样 你不能够因为自己犯了错 就一味地批评苛责自己 因为这会导致你从此失去 对于这件重要的事情的兴趣 但同时 你也不能根本就懒得批评自己 因为这样你就不知道 自己需要做出什么样 重要的改变了 这当中的关键就是 你要保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找到那个完美的平衡点 才能帮助你 找到你需要加强 改善 或者完全舍弃的部分 第十三 他们让自己身边的人充满力量 一个人能不能所有事情 都亲力亲为呢 从技术上讲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不可能完全 不依靠别人的任何帮助 而独自行动 一个篱笆三个装 一个好汉三个帮 我们之所以聚在这里 就是为了互相帮助的 我们越是团结 就越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教育程度高的人 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会 努力去扶持 他们身边的人 正因为如此 他们才会组建 由相似价值观的人 组成的社区 正因为这些人 都有着同样的目标和愿望 所以才会向着 同一个方向努力 第十四 他们会努力靠近完美 完美可能只是一个概念 但是追求完美 却可以让我们 真于完美 这是一种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使出浑身解数的状态 做到这一点 你就不太可能 泯然众人 而更有可能创造出 伟大的作品 或者至少能产出 非常优秀的成果 第十五 他们能够在 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工作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就是他们能够 在没有指导 和监督的情况下工作 多年以来 他们接受的 无论是正式的 还是非正式的教育 都给他们灌输了一种自信 让他们 不会那么的依赖他人 学会独立工作 需要对自己 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你必须相信自己 能够独立完成任务 当事情出现差错时 也要敢于承担责任 这就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 十五个标志 我们相信 你现在已经 对受教育程度高 这件事 有了深刻的认识了 现在 你就要开始采取行动 迈出自己成为 那样的人的第一步了 那么 在你成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 道路上 还有什么障碍呢 把你的困惑和犹豫 在评论区 与我们分享吧 我们非常期待 你的回复 为了感谢你 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要照例 给你一个小奖励 那就是第十六 他们善于合作 聪明人都会 与他人合作 他们从来不会 想着大包大揽 自己完成所有的事情 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优点和缺点 所以 他们不会花精力 把缺点转化为优点 而是会专注于 加强自己的优点 然后把他们 不能做的部分 委托给其他 有这种技能的人去做 这个方法很聪明吧 这不仅仅是对于 完成任务来说 很聪明的做法 而且还能帮助 聪明人节省时间和精力 同时还能提升 他们的个人优势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祝你们都能成为 那个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对筋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